流感疫情随着季节变幻渐渐升温 因此卫生局从10月初就开始开放公费流感疫苗接种 上郑文燦也特别到巴德卫生所 发放和疾管署合作的流感包装乖乖 要借此宣导并鼓励符合资格的民众尽数接种 市长郑文燦在卫生所内 将一包又一包的乖乖 发给所内民众 商头印有乖乖打疫苗等字样 要借此鼓励符合资格的民众 纽约进行疫苗接种 市长给你什么 我起来一下好不好 我帮我拿铁匠好不好 我帮你 师傅表示流感疫苗接种后 单约需要三周的时间才能够产生免疫力 因此呼吁符合资格 但还没有施打疫苗的民众 要进宿前往合育医疗院所接种疫苗 同时流感疫苗从10月初开放到现在 接种人士也比去年多了32% 满65岁以上老人可以施打流感疫苗 那同时原来的链球菌的这个疫苗 是75岁以上是免费 我们用公务预算来购买 那65岁以上也可以免费来施打 所以可以两剂一起打 那到目前为止 从10月1号到现在已经 施打了14万多个人次 那么已经比去年大概快了三成左右 那我们这次希望整个50万剂都能够把老人小孩 这个流感疫苗接种都能够完成 那要谢谢我们的各地的卫生所 跟特约的诊所 那大家一起来帮忙 今年除了符合资格年龄下降 扩大符合公费疫苗对象之外 也另外开放65岁以上的民众 免费接种肺炎念球菌疫苗 民众可以前往自家附近医疗院所 接行接种 好 我先学一号学院吧的长毛岛